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8日星期一的第二節 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就是蓬佩奧昨天在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 他就拋轟拜登 說他將美國帶回到給中共踐踏的過去 至於第二單消息 就是拜登在國內都是不務正業的 一來他就打算大幅提高每年難民入境的上限 二來國防部長竟然要求美軍暫停60天內的活動 以便來打擊軍中的極有主義 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就先看一下到底蓬佩奧 怎樣在霍士新聞訪問當中炮轟拜登 實情拜登在2月4日的時候 就發表了他上任以來 第一場的外交政策演說 在這一場的演說當中 他就說一下 他就把一些生病出來 其實那些民主黨人最流行就是 說這些說話 說出來就是很動聽很良麗的 他就說到美國回來了 外交回來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要將美國 重返到奧巴馬時期的 所謂國際合作的路線 他就曾經宣稱過 要拉攏 所謂歐洲傳統盟友的支持 不過法國和德國似乎是不理會拜登 是請你吃檸檬的 說明說不會陪你 所謂聯美抗中 拜登根本由頭到尾都是自說自說 好了 因為他又攻擊 特朗普總統搞的所謂單邊主義 於是他上任的第一天 馬上就說要重返世衛組織 好了蓬佩奧怎樣去批判拜登 他在節目當中就說到 說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那個戰略一直都是 修正 妥協 以及追逐中國境內的廉價勞動力 而對於整個美國民眾來說 是構成了巨大傷害 也導致美國有幾千萬個就業職位流失了 蓬佩奧就說 當你拜登說到美國回來了那個時候 那是不是意味著 是會被中共再次繼續輕鬆地戰勝美國 以及是會使得多個州有幾百萬個就業職位流失 蓬佩奧就說 希望 這個不是拜登的意思 然後蓬佩奧還說 美國民眾已經是沒辦法再容忍 歐巴馬當年對於大陸的修正政策 他還說 希望拜登政府會好像特朗普總統那樣 採取以美國為優先的外交政策 他還標榜 說特朗普總統的外交業績 是相當之亮麗的 蓬佩奧就說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就可以去問一下印度總理莫迪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澳洲總理莫里森 這些國家領導人都深知美國對他們的支持 蓬佩奧就說 我們是他們的盟友 我們是他們的伙伴 我們向他們提供了安全 我們是事實上做到了 他就說 為著特朗普政府所建立的聯盟感到驕傲 蓬佩奧還反問拜登 如果美國要回到過去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著要損失好像以色列這樣的盟友呢 是不是要對於伊朗境內的恐怖分子 好像朋友一樣 要對他們 施以金錢的援助呢 其實蓬佩奧反問這件事就問得很好的 因為特朗普總統在他上任初期 就已經承認了以色列的首都 是耶路撒冷 而去到任期最後的三個月 還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 從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 這個當然對於以色列來說是一個非常尊重的舉措 也是承認了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地位 但是現在就已經有消息傳出了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可能不再保留在耶路撒冷 可能搬回特拉維夫 這當然就是 你說以色列會有什麼感想呢 如果你說不保留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變得失他呢 拜登宣稱要聯歐抗中 但是歐洲方面反應極為冷淡 基本上就等同於請拜登吃檸檬 現在連特朗普總統時期所拉攏回來的一些盟友 或者建立回來的一些親密友誼 也都被拜登準備遭到破壞 以色列當然啦 一直以來都是美國的盟友 但是 在特朗普總統時期就是進一步提升了關係 現在你是不是搞破壞 你為什麼要遷走那個大使館 當然現在還未確認 但是那些風聲就在傳出來 還有就是 澳洲現在面對著這麼大的難題 其實一直以來 他們都是靠自身的力量來解決 包括就是為他們自己的產品來謀求一個新的市場 新的出路 反之來說 拜登對於澳洲是沒有說過半句公道的說話 也都沒有施以國援手 甚至乎 連最廉價的聲援都是欠逢的 市民國際社會又怎麼會看你拜登那台戲才行 別人看到現在澳洲的樣子 澳洲過去長期以來都是緊跟美國的路線 到頭來就是要自己來解決問題 你拜登是賣掉了他的 現在你想找歐洲笨 歐洲當然是不理你了 還有就是你拜登上任第一天就已經說要重返世衛組織 世衛組織正正就是聯合國框架底下的其中一個的重要組織 好了 昨天你布林肯和楊潔篪通電話的時候 楊潔篪一下子就已經是反過來 吃著你布林肯 其實已經是等同於KO了你了 這件事我們昨天那集還是前天那集都有提過 楊潔篪就說 世界各國應當維護的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他只是叫你重返聯合國框架底下繼續合作 你拜登也是走這條路線的 你布林肯說什麼 你廣東廣西都沒用 你老鼎都說要回聯合國 要交回會費 要繼續供養那個譚德塞秘書長 好了 你都說要回聯合國 現在楊潔篪就是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所以他是吃著你布林肯 所以那些KOL去吹捧布林肯什麼物物 全部都是騙香港人的 根本上楊潔篪一下就已經把你借了 而布林肯是沒有招駕能力的 起碼暫時這一刻看不到有 接下來我們又說說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拜登在國內的情況 首先他就在這裡說要 大幅地提升每年難民入境美國的上限 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 每年的准許難民入境上限 就創下了歷史新低 當時就是每年1萬5千人 只是准許 這個當然就是很符合到美國優先的路線 因為他要保障美國人的利益 你放這麼多人進來的時候又想拿福利 又想爭工作 當然就是會損害到美國人的利益 所以就要降低 拜登怎麼辦呢 他就說打算把難民入境上限 提升到12萬5千人 一下子就已經翻了幾倍了 你根本上就不是以美國人的利益優先 而且這班人進去美國的時候 民主黨人對待他們就相當優厚 但是你對待他這麼優厚的背後 根本上就是羊毛出自羊身上 又是美國人納稅所得回來的錢來供養這班人 你就使得那些納稅人其實就是百上加根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根本上你拜登已經改變了政策 這個12萬5千人只是一個虛數 為什麼呢 現在跟底類政策沒有分別 因為那些中美洲的難民去到美國的時候 根本上拜登就不會驅趕他們 如果是即暴即戒的話 那些紅州就不會吵得那麼厲害 你就是縱容那班人繼續留在美國居住 這樣肯定會拖累了那個經濟復甦的步伐 現在美國的經濟都已經說不太好 因為這個武肺疫情的影響 你拜登不去主力發展經濟不得已 還要去搞這些難民政策 根本上就是製造麻煩給美國人 好了 接著又看看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在上個星期召集了一班軍事領袖 向他們解說 說他計劃 等美軍在未來的60天裏 選擇一些時間點 來暫停活動 就等到從事每個軍事服務的單位 都可以抽出時間 和所有部隊人員 進行必要的對話討論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就說要為了加強 打擊美軍當中的白人至上 和右翼極端主義 國防部就沒有透露 到底美軍的暫停活動的時間長度是多少 也都不知道會採取什麼形式來行動 這個五角大樓發言人就說 極端主義 長期以來都是軍方問題 而在1月6日國會山莊的激烈示威活動當中 對於所有軍事領袖來說 都是響起了一個警號 新任國防部長奧斯丁希望能夠好好地解決問題 實情為這些算不算是另一種不務正業 美軍當然要顧及到國防的任務 你說要打擊這些什麼什麼東西 打擊也不要緊 你用不需要暫停活動專程來抽時間打擊那麼嚴重 是不是虛脅得那麼緊要 美其名就說要打擊這些什麼什麼東西 其實給人一種感覺就是要肅稱軍隊裡面的敵對勢力 就是要檢視出究竟有哪些軍人是親特朗普總統 就把這些人全部篩檢出來 作為軍隊就應該把最重要的任務放在前面 我現在竟然間就說要選出一些時間出來暫停軍隊的常態活動 來打擊什麼極端主義 你是不是說令人發笑呢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